你好 劉河靖 你好 今天這個對話是赤裸對話 意思就是我們希望可以講到一些 心底類的說話 平時可能是一些公開場合 我們覺得不太適合 講某些題目或者內容 我是鄭聖卿 今次的展覽的策略 展覽如果各位未有標題 待會這個對話之後 可以來畫樓一次 另外有不同的地方 也等了立學成的作品 這次的展覽其實是 我和立學成是第二次合作的 是2012年 我們做了一個群組的展覽 當時我們就開始一個對話 這個對話其實就是 一路我們久不久 他有機會見到面的時候 都會講一下 主要就是由什麼呢 就是由樂成 他對一些事物的看法開始 如果有看到一些關於展覽的資料 你會知道一些東西就是 就是這次的展覽 這次的展覽 是樂成想用他 他自己畫 即是第三隻眼 是他看的 他看的是四度空間 我第一個反應 我跟他說 我沒有第三隻眼 都看不到有什麼奇異的東西 因為我在這裡已經是三十四年了 這間屋子有很多傳說 以前是做過什麼 因為已經過了一百年 有很多這樣的圖祭 但是我是看不到的 但是聊聊的時候 就開始 我想起以前 又不是我 其實我小時候 都有這個 你叫做疑問的 其實這次我們的對話 我們是先前 經常坐下來說 結果是沒有的 所以這個真的很赤裸 不過以往我們做了幾個赤裸對話 就是我穿著衣服 對方就是赤裸 這次我覺得兩個人都應該赤裸 就好像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去過一些 所謂的天體樂園 有 有 有 我唯一去過 有一次是劍橋大學 劍橋大學 有一個地方就是 叫做 牧師的 叫做 有很多 教授 尤其是牧師 很喜歡天體 但如果要參加這個活動 第一個需要就是 你自己也要赤裸 所以今天我是願意和你一起赤裸 今天那次有沒有赤裸 好 天氣太冷了 說回二林 其實是否二林 我想未必是 只不過是 我們因為對這個現實世界 是太過著重 所以 我們有很多時候 我們的眼光 只是放在發生的這個現實世界 但當你是小孩子的時候 其實我現在和我一起 我小孩子都是在這一區那裏會放 所以到我三十四年前 想找一個地方 給藝瑞節做一個 臨時的場地的活所 於是 舊拿公司 就是我 心目中 是最理想的地方 當時我小時候 在那裏 我住 這裏 叫做西洋室 那裏 那裏 那裏當時 相當搞 尤其是 那些 那些燈通常是三火 四火 那些樓梯是很害怕的 尤其是夏天 太陽很乾的時候 你走進去那些很陰暗的地方 完全看不到東西 我記得 我很小時候 就真的 有個晚上 就發生一下架的時候 就睜大眼 就看到 在我床邊 就有個戴著帽子的男人 在那裏 於是我就大聲聽了 那裏 就驚醒了那些大人 跟著呢 我老婆呢 就 她 她認識那些 所謂的土方 那時候 那些小孩子 就是 某些情形之下 既驚嚇的話 就小而驚風山 或者那些信西那些 就是 拿她去西洋室 幸好她沒有大外提西洋 因為那時候 老實說 西洋 就很流行 如果你有什麼 這些異能 這些異常的東西 就做了手術 那手術 就是什麼呢 就叫做Logotomy 就是把你的前腦 那部分 就切過去 那之後呢 你從什麼都 正常了 你不會看到 好像你現在 都看到這些東西 那我老婆做了什麼呢 她呢 就用了一個土方 那土方呢 就是去捉幾隻蟑螂 然後呢 用雅碟 就燒了成灰 然後呢 就叫我喝了它 那些人說蟑螂 一定不驚訝 是啊 那我喝了之後呢 以後都看不到東西 那你已經封了 那你已經封了 就是封了 之前呢 我除了看這些東西之外 也可以看到 前一二世的東西 是否有的 但是呢 自從那次之後 就嚇到不敢了 想到不敢了 所以現在很正常 所以來到這裡呢 三十多年呢 完全沒有看到任何東西 只是有一個感覺 我感覺呢 這個地方呢 是有它的 所謂有它的 purpose 而一開始的時候 救難公司 就用了這個地方 做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 即是她 當時呢 就 將牛奶 變成了衛生的飲品 而 這兩位醫生呢 就是做了一些 對社區有益的事情 但是同時間呢 亦都是做到一個生意出來的 但是呢 七十年後呢 就搬了走 這個地方呢 就十年就荒廢了 到我們進來的時候呢 我們的感覺呢 我想 劉錦寧 他是 當時呢 是我們的兒工來的 那他的感覺呢 和我都是一樣 即是說 來到這裡的時候呢 我們覺得 即是無論有什麼人在這裏 有什麼 有什麼 這些靈體 也好 什麼都好 他覺得呢 是應該 將這個地方呢 好好的去 去 活用它 我覺得 我們過去的三十多年 在做的事呢 是 即是這些靈體是允許的 所以呢 你所見的事情呢 即是我們見不到的 但我們是感覺到的 一些事情 好了 那 講到這裏呢 我就想 即是你 又講一講 不要講了 真的講實在的事情 因為呢 有時候呢 羅成呢 他是藝術家 藝術家一定是創作的 老作 會不會是老作呢 還是真的呢 有一次他就說 我們上面 叫Collects 一個地方 一個大房 那裏呢 他就說 看到 咦 為什麼在他的窗 看到 外面的 的物體呢 那其實呢 我知道他不是作的 因為呢 其實呢 我們也有其他的同事呢 在同一個學間裏面 是感覺到 或者是見不到的 但他們都不敢出聲 只是 一看到 立刻三個洞 都青了 然後呢 就沒朗了 但你呢 就不同了 你現在呢 就把他的 作品 做完作品 謝謝 真的說多古 真的很簡單 好了 事緣就是上一次 我們做展覽 即是三個三個展覽 完結後 我們就上去吃飯 那一刻呢 就是張保祥的桌 我們就坐在植位 右手邊呢 就是大文 即是大寶的先生 坐的右手邊 他就沒有什麼頭髮 在裡面 是剃光的 是呀 他喜歡這個髮型 其實那一刻是晚上 那一刻是夜晚 那一刻是 左手邊就是窗盤 那我就坐在那裡 時 Vicky看那個窗盤 其實呢 就倒影到他那樣 在窗盤上面 那我也沒有理會 我照正發照經 那一刻 那一刻呢 但離開座的時候 那窗盤外面 仍然有這個人的存在 那我當然看不清楚 我看 那個人呢 原來不是大熊 原來是一個 沒有頭髮的 一個棕棉蠅士 我看見他 是小小的衣靈 其實 是卡其式 好像米式 那樣的衣靈 那他就在窗盤外面 刺到頭上 來裝我們 裝幾下 又隔進去 裝幾下 那一刻就很害怕 因為太近了 一個身體也不夠 整體我這個位 那我立刻就起了身體 離開這個位 那我就過了整間 那我再回來 看見他不在 那我才會再回到 那裏 那之後 同一時間 我跟大人說的 就是我少少害怕的時候 就跟大人說過這件事 但就很簡單地交代他們 那裏 但是之後 我出去了 那裏之後 我再整件事 跟大家分享 那時候呢 有些不同的感應 或者見到不同的靈異 的方式 我經常都會發生的 從小到大都有一種的體質 那小時候呢 有些人會說我傻傻地 或者有時候 你懶惰 你看錯 或者你別老了 那樣 那有時候我都會 在不同的地方 街上都會見到這些朋友 那小時候真的不懂得分 很多 那他有 甚至乎我以前 大了一點 我還會當名 我可能是一個精神習慣的朋友 因為他的行李很奇怪 就像是街中街上 聲音 跳 甚至乎 我假不懂吧 我都看過 在鬧事當中 但是 自帶很多人 自意識到 原來他們不是人 他們是另外一個空間的朋友 那我 我並不懂得擔心 我從來都不會很恐懼 因為我的過程 是很smooth地過 從我當他是人 到了一個精神病患的朋友 直到我意識到它不是一個靈感 那個過程是很慢慢的 所以我沒有什麼驚嚇的位置 有些人問 你有什麼看法呢? 你怎麼意會它 怎麼去理解它? 其實我有時覺得它給了我很多的想像空間 我現在是時候回想 我小時候覺得有人可以飛天 原來有人的雙腳可以不貼地 我小時候有什麼意識 我便想我怎麼不貼地呢? 我便會自己思考這個問題 我便想為什麼在鬧事當中 站在路的中間又沒有車撞我? 我便思考原來有人可以這樣 在這個空間出現我 其實它媽媽令我的想像空間闊了很多 另外鐵馬行空地想了很多東西 它不多不少對我的創作是有些啟發的 藝術是可以給我們一個 除了一個降闊的視野之外 是真的可以帶到不同的世界 所以藝術工作人員可以做很多年 可以繼續做作品 其實你說起那些會飛的人 小時候真的不做 因為我阿公剩下了一些張門小說 很小時候我便會做一個內地看 例如火燒王的意思 《祭公新傳》這些唐代的傳奇小說 我最深印象的是什麼呢? 其中一個唐朝的傳奇小說 就是一班文人雅士 一班人試試試喝喝酒 突然間其中一個 可能是陳大文人說 今晚如果有月光月圓就好了 今晚就很完美了 其中一個是道士 這個道士就用一把剪刀 就剪了一個紙的月亮 然後就貼在牆上 接著就連罩 接著就有一個月光 他一邊引走 一邊作詩 然後完結的時候 他就拿回來 就變成一個不像的公仔 這個就是令到 如果你小孩子有些想像的 他真的不以為是真的 接著你就會有很多空間去想像這些東西 這個也是 到最後為什麼我會讀文學 文學對我來說 就是其中一個就是 他可以帶我去一些不同的世界 而不只是一個 而是如果我要去十八世紀活樂光 我只剪開一本書 他就不會可以去到那個世界 那你現在 因為我和柳成合作的時候 那個策展人的其中一個要做的事情 就是他去了解那個藝術 很有趣味的 因為如果你follow他的Facebook 你會看到他 久不久他就會post一些東西出來 我們可以去Facebook 可以去Facebook 加我Facebook 就是 是的 我會半夜三更起床看書 我喜歡看善裝書 即是舊的文學 古典的文學 我也收集了很多這類型的書 其實他對我的創作很有體法性 這裏就要講開關文學 對創作的影響 其實我小時候說過 我看到一些人靈空飛氣 我覺得是很必然的 為甚麼呢 因為我小時候同一時間 我們看著文初的一個作家 畫豬鬧主的熟山劍合傳 我在金龍之前 我已經看了熟山 熟山 我熟山看到一些人 遇見飛行 那個葫蘆飛出來 就直接妖怪 在那個葫蘆裏面 然後又有一顆豬 又會飛 這種天蠻行動 突然一拼在我的真實生活 而我有看到一些靈異的朋友 我小時候覺得 他就是那個女俠 他就是那個人 他就是那個人 他就是那個道士 他就是那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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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小時候必然了這件事 那慢慢才疏離 原來是那些朋友 所以我發現這種淵源 很奇怪 你說靈異看 如果你獨立 在我身上的身上 我可能會做不到我今天的創作 或者到我現在做的方向 但他又結合到文學 又結合到我對這個世界的理解 或者對這個宇宙觀的話 他結合了 可能會成為我現在做創作的其中一個方向 我看中國文學 以前都當作小說 那樣看的 到了讀書的時候 就變成了國文 因為國文這件事 令我對中國文學的興趣感大 因為其實主要就是去背中 但問題就是 我有少少讀的困難 唸書就從來 現在譬如你叫我唸什麼 熊斗詞或者長文歌 是其他兩句 因為怎樣唸都好 有些東西是不點擊的 所以國文對我來說 是帶不到我去你的奇異世界 但你除了看書之外 你那個畫室也是創造你自己的空間的世界 不知道有沒有相片可以看它 它有一個畫室叫Studio 如果沒有不要 就沒有畫室 沒有畫室 加我Facebook 可以形容一下 你是儲了很多舊的傢俬 物體例如有燈 例如香爐 沒錯 最近你還說收了一張鏡 你叫它做什麼 工業寶鑑 工業寶鑑 因為工業寶鑑 你會說回烏牛蒙那個 警示故事 變成你的想像力 由你一件物體 是會帶出很多故事出來 這些故事 亦都所謂用一個 就是策展人的字眼 那些畫室是提供你的作用的 畫室是否有一個空間 都給你說 所以有時候 舊物對我來說 除了它是歷史的再體之外 它是見證著這個時代變遷 我可以有時大部想團 或者跟街坊分享一下香港的歷史 我都會拿他們出來 可以做一個引致 告訴大家 香港人怎麼發生的 發生了這樣的事 就是這個工具 曾經可以這麼用 如此到有時 其實對我的創作 有一個啟發性 就像剛才Mandy這樣說 其實那個 舊物就是我的引致 有時我說話 我都要有一個 辣弱點 我不可以突然爆炸 有時我就會覺得 我想說一個警示的東西 但如果我一去到那個位置 便會變成分詞 告訴你這個道理 就會有一些流於很悶 或者教訓的感覺 如果我用一個項目 去做一個引致 原來這件事可以這樣理解 而帶引到一些小的道理 或者我對這個世界的看法 我會覺得 這樣言之有物 或者聽的 或者看的觀眾 去理解的時候 都會容易一些 或者有趣一些 所以有時這個項目 我吵起來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用途 如是當時我都很滿足 有些項目 我看到很漂亮 手工好 材料好 比較稀有 我就覺得 可以緩融一番 可以玩一下 想一下 這件事很開心 所以我的工作室 就是逼爆這些東西 就是充斥著這些東西 有時會一番幫我收拾 我就現在開始要收拾一下 但是這些物件 你不是普通人 就是說 我儲了這件物件 將來會升值等等 你不是這樣想的 我絕對不會這樣想 因為你用這樣的心態 就在我身上就不成功 而這些物件 差不多跟你生活 在一起 和跟你一起走路 走路的意思就是 在你心靈的路程中 是你的一些很重要的東西 因為那件事是可以 令你帶回你那個世界 在你心靈的路程中 在你心靈的路程中 我回想起那部電影 有一部電影是江道流的 他回到以前的世界 是一個愛情的故事 這部電影是很古靈的 這位男女是上一世紀的人 一個現代的人 兩個在這個時空相互 然後兩個就震外 但也是一個愛情的悲劇 因為最後那個男主角 當他在一個袋裡 就把銀出來 那個銀就 提醒他 原來他是那個現代的人 只不過是想像 是回到那個時候 但是這一件事 我覺得你是 第一 你很清醒的 第二 你亦都沒有把這些 你的靈異的東西 是變成了一些 原學上的東西 或者是把那件事 去講到 我們跟你求福等等 完全沒有這個感覺 其實那些物件 對你是一個枷鎖 還是朋友呢 這是兩體 說真的 很認真 很赤裸 我很認真說 其實兩體都有 他都是我的好朋友 因為他啟發了我很多 因為你知道我做雕塑的人 很著重物料 那時候我都看到一件 物件 他的臉頭的質感 他的溫暖的程度 他的肌理 我會一直 懶惰作品的時候 我會想著 一塊再想 即是擦摸它 摸它 屬於它玩 有時候我懶惰作品 很奇怪的 我會拿著一塊 一個紅的印仔 我會去摸它 我會一直感覺到 它會給我什麼感覺 如果我用金屬 去做這件作品的時候 它會不會提供到這種感覺 給我呢 譬如我做木雕的時候 我會拿一塊木 我會拿一塊木的雕塑 或者用木的雕塑 我會摸一下木的味道 我會如何順著它去呢 是否順應自然 或者可以走到那個位置呢 這對我來說是很有啟發性 所以這些物件 經常都圍著我的銷子桌 我一坐下 我想著作品 或者思考 在創作方向的時間 我隨便收拾一件東西 在旁邊 我去摸它 找它的門路 其實它對我的刺激 很有衝擊力 所以我經常會周中 有很多舊舊的東西 這對我的創作很有影響 所以物件就會衝擊著我的焦點 這次你的展覽 用了紅豆 也有藝民人說 這些紅豆 你重演了很多次 會不會是 有一個不必要的主題的人 但是其實紅豆 也要講回故事 因為紅豆的故事 我們最近在資料搜集裡 阿Sunny 現在坐在電腦前 他找到 原來舊舊公司 日治時代主要的職員 因為他們多數都是網幹 日本人就把它放在集中營造 除了一個職員 他是阿民人 阿民人就是那些 中東那些地方的人 因為他不是歐洲人 所以他可以自由活動 到日本人投降 那一天 他第一時間去了阿蘭公司的倉 去看看還有些職員 不知道 當時還有一個日本兵器 他不知道已經投降 但這位舊公司的職員 就跟他說 他已經投降了 不用站在路 於是聽到他們走去 他又開了一個倉 在裡面看到 在一個倉底裡 有幾包紅豆和冰糖 今次看到 紅豆和冰糖的 在資產海外的重演 但是你就是 將你喜歡摸的這件事 放在紅豆上 如果你現在去看他的展品 你可以跟劉學成分享一下 那個作品的質感 你要插一隻手 去到那個盆底裡 你就知道原來裡面有原機 另外就是 為何我們現在有紅豆冰 雪條式呢 這個也跟阿蘭公司 這個故事有關 所以我要用了這個元素 去從事我今次的創作 所以你說 為何會紅豆經常出現 其實都是很關鍵的一個位置 除了你說紅豆 我要用了這個物料 去做我今次的 比較主要的一個題材之外 其實它都寄了很多東西 大家要知道紅豆有很多意思 即是在文學裡面 會寄相思 紅豆寄相思 其實你會看到整個展覽 在裡面除了 可能用一個比較靈異的東西 去包裝整個之外 其實我裡面有很多的體運 很想說 就是靈異也是一個點字 其實裡面有很多聖在傳的歷史 有這個地方比較長的特色 在說一些東西 另外同一時間 其實我也想說一下生和死的關係 生和死的關係 在說一些情我們留不留得住 它有些生命 我們怎樣去正視它 你怎樣對待一個生命 你會怎樣思念一些難離開它的人 所以整個展覽判穿的主題 不只是形容 裡面我想說的東西比較多 所以你們feel的時間 我希望你們能夠深入去想一下 在那個觸感 在那個視覺上 在聽覺上 看法到底是什麼 會不會回憶起一些 你對生死的看法呢 會不會回憶起 你對一些離開了的親人的感受呢 所以有些朋友 譬如說有些很親密的朋友 他很了解我的 我們認識了很多年 所以他能夠很珍切地 說給我聽他的看法 而那個看法 是我心裡一直都在的 但我不知道怎樣說出來 所以我就通過作品去呈現出來 但那些朋友就點到它出來 所以我覺得這個看法很好 我和你談了那麼多次 沒有說到你宗教的 我當你是沒有宗教的 但我都想問回一件事 因為既然你能看到這段時間 你會不會相信 靈魂不滅 或者是輪迴的這些思想呢 其實我覺得我小時候 我是信基督教的 我也是連回社會的朋友 我小時候就是老公 你真的有神 你沒有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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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鬼的畫法 和形象出現 你嚇你 你真的有位子 我有這個概念 但漸漸大後 我不是不相信 我完全沒有否定 神的存在 我會覺得這個世界太大了 實在 我的能力太少 我以我的能力去理解這個世界 這個宇宙 我完全無法理解 有太多可能性了 我存在神之外 原來是魔鬼 或者是代鬼 原來可以這樣的 我再看更多一些 不同的宗教的理念 我又聽了《復經》 我又聽了《道家》的道書 和《俘錄書》 又聽了不同的宗教 原來是漫天變化的 原來他們理解這個世界 宇宙 甚至會用他們的宗教觀 或是成本哲學觀 去探討這些未知 未能夠引正的一個空間 或者是朋友 原來可以這樣的理解 對我們來說太大了 我現在還未找到一個答案 我想我和《一生經》也說不到 但我會從這些方面去嘗試 去了解一下 但如果你既然看到這些朋友 有沒有想過 或者問問他們 究竟是否有這件事 我呢 我的態度就是 因為我見到所有這些靈異朋友 我盡量就不會有眼神接觸 我常見到他們很具象 在我旁邊 在我的朋友的旁邊 我都不會去跟他們接觸 和他們溝通 我覺得會越了解 其實我常常覺得 他可能不是鬼 我現在越大越理解 他是不是另一個時空的朋友 是否時空重跌了 根本我見到他 他不是想嚇我 很害怕 其實應該是有一條界線 剛巧我的頻道 收到他 可能大家是收不到 我常常去探討 究竟你收不到 你見不到 是否代表他不存在 或者我看到 我感覺到他 是否代表他一定真實地存在 這個界線其實很模糊 亦都是我會很想去探討 所以你見到我的作品裡 很多時貫穿了 有真和假 虛實 一些觸感上的 contrast 就是那個對比度 視覺上的對比度 其實我在想找一個 怎樣去釐清真和假 現在在這個世代更難分 我講現實生物中的真和假 正和反 黑和白 現在都分不了 所以我想通過這個作品裡 希望大家反思一下 你感覺到什麼 你感受到什麼 你如何理解它 其實劉沃成 一方面 你這些事情很廉忌 我真的跟你說 但另一方面 我又知道你有很甜蜜 因為你對社區的 那個接觸和投入 是有一個很強烈的 你不是只說 你是會去做的 例如在你的臉書裡 我看到你揹著箱去做飄書 這些 這個也是一個 正和白說起 你說 這是一個社區的活動 但也都是一個藝術的活動 因為有些藝術家 會將那樣東西去做出來 然後他會在那裡找到一些面目 那你變成社區的活動 和你的藝術活動 有時候 第三者看起來 分得不太清楚 但是你自己 如何將那兩方面去分開呢 或者你覺得 根本是不需要分開 其實兩者 我現在一直在從事 藝術創作 加上社區的東西 其實兩者是有互通的關係 也可以是獨立性的 所以我經常在兩者之間 其實我經常覺得 中規的起點都是一樣的 就是我對世界 對我的地方有一個情 你知道對一個地方 或者對一個物件有情 或者建立了一個情 你不捨得傷害它 你不捨得失去它 你不捨得它 會變成鬼馬 那 那 物件也是 你的隨身物 你都不想它辣 不想它變 那社區一樣 我在這裡大的 我在這個西門西區大的 我見到 我眼睜睜見到它 完全變了 沒有一些痕跡都不落 或者是我的前世內 所有的回憶 所有的美好的事 那 就會起到一個心 就是我 是不是我可以有些能力去挽留它 或者做一些事情 希望大家都能夠關注到這些問題 既然我有少少創造的能力 我有少少天賦 多謝上天 那我為什麼不可以運用它 進去一些不太私密 即是自己的東西 有些東西可以大家共享 那我不如 投放少少少我的時間 心裡進去吧 但是我做作品也一樣 我也是對一些物件 或者對一些東西有情 建立到一些概念 我想通過藝術作品 去present出來和大家分享 其實那個中指其實差不多一樣 但是走的路徑也不一樣 這個可能是比較常藝術品 我可能放在一個art space 或藝術館裡面展出 那個就是街頭這樣 跟觀眾很爭切地去交流 去一起去談去說 或者去看法到大家 我們怎麼理解這個社區呢 怎麼理解我們自己生存在香港 我們可以為這個地方做些什麼呢 所以其實我覺得那個氣點是一樣的 但是兩個方向不走不同 我都覺得有個口吞在這裏 因為有些東西你覺得很珍貴 你想要它不變 但是時間是好像一個無情的一條行 你沒有辦法令它靜止下來 那麼這個變呢 其實過去的三十四年在這裏 就是沒有感受的 因為由開始 由來南安間 我們都保存了很多東西 就不是說我們有什麼保育的意識 因為最初開始的時候 就是不是打算保育這個地方 只不過是保育利用它 作為那個藝術空間 但是這次用了我們那幾道舊的門 這道門其實就是以前的畫廊的門 以前畫廊是車房 那車房門是一道所謂的湯門 我們就因為那道門 最初的時候我們都不懂得保育的 但是看到它就油了很深的顏色 好像珠光色一樣 看著看著就不知道它究竟是磨麥 或是什麼物質 直至有一次我們裝修的時候 就是有一個油漆師傅跟我們說 你不要再油一層油上去 因為這道門已經有十幾層油 我說十幾層油真的 於是他就開了一個火槍 就整給我看 然後火槍就剷了一層油 由珠光色變了灰色 灰色變白色 白色變綠色 這就是時代的見證 然後他就用了一個星期的時間 一個人在那裡一一來做這件事 就把那些一百年的油漆撐出去 就露出那個幕 這個幕門現在我們因為不捨得打 所以就搬來搬去都不知道等 但是有時候就不可以 那你這次用來做作品是非常之好 是活用了 但是怎樣去放冰糖在那裡 你要講一講 為什麼 剛才Baddy說了一個歷史的現代 我們最後找到過創裡面有紅豆和糖 我會即時幻想 即是塞加我喜歡想的 我喜歡幻想 我會幻想一下 在那個年代物資這麼缺乏 吃都不能吃 差不多要吃 即是失明應該要吃人 即是逆子而吃 甚至是撿街的屍體去吃 你想想冰糖 不是糖 不是紅豆 是一種很珍貴的資源 我會幻想一下 那一刻那些導覽公司 即是看到打開門的時間 他們的喜悅 還有東西做 竟然沒有被人軍洗劍一空 那客人的心情是怎樣 我還會聯想到他們很開心的經驗 很有希望的感覺 所以你看到我的作品 這裏不太清楚 是Burgary 你看到門縫中 我堆了一些冰糖 那客人做了一個Lightbox 你看到的環境很黑 但你看到中間的下方 好像有些儲光出來 而那些糖 形成了一種像Crystal 即是一些水晶 或是一些很珍貴的 或是黃金 有一種很珍貴的東西 所以整個市場 我希望用這種方向 去記載這段歷史 說回我們裝修 在這裏是做了12次的 未來我們今年會做第13次 主要就是外牆的裝修 那我們的裝修 是否一個保育 還是把這個地方 即每一次裝修都有點破壞性 因為無論你游過去 或是拆到牆壁 這就是介乎我們究竟 一些東西是不變的 因為我們放了一些情感下去 希望它不變 但是這個世界不斷在變 是不變緊的 這件事是一個矛盾 因為你說 剛才我們聊天的時候 他說 如果我講到情 我會哭的 我說 如果你哭 就儘管留真情 真的會哭 但是這件事 如果你說放了氣 我不想變 但是又迫著你變 那你怎樣去解決這個 這個矛盾呢 其實會傷心的 其實有很多時候 我的作品 理解成一個 比較有詩意的東西 你說詩的時間 詩意 其實它裡面有情 很多時候 雙春飛秋 是能用的 通病 我會運用這些雙感 它怎樣轉化成 一些令到人 我自己 是欣賞的東西 就像我個人 是瘋瘋瘋瘋瘋瘋 即是台俠作品 我其實很喜歡笑 我經常都亂笑 一通 我經常都跟自己說 是不是需要笑 你說 但如果我很痛苦 或者很不開心 就只有兩條路線 我一會笑 你哭 但我不想哭 我就選笑 所以你看到 我不是故意欺騙你 或者不是想扮演 其實我對自己 我哭和笑 我選笑 那種情感就是這樣 如果你有矛盾性 其實一定夠 你問我又是矛盾的 藝術品 又是誰會衝著矛盾 矛盾的位置 就是讓大家去思考 不是絕對的 它不是絕對的 它有矛盾位 是有衝突的 就是讓大家去問 去思考 那個空間就是這裡 所以有時候 就是運用了這些雙感 去成為我作品的一部分 所以有時候 你看到我的作品 你理解到一些 慘的東西 其實是對的 裡面是流露著這些東西 有時候我覺得 我就是找一個地方 去把它放低這些雙感 有時候會通過藝術作品 去放低 所以藝術作品有時候 記載了藝術家的情 在我身上表露得很好 我覺得我會用到他們的作品 有些作品當然是沒有很赤的 我講的藝術作品 藝術家是不需要留情感的 這是另一個方面 就是另一個藝術的提示 這就是提南州的另外一個東西 在這句展覽之前 我不認識你媽媽 那今次呢 現在講這些就開始 好像… 離本了 離本了 但是呢 我非常欣賞白武的一件事 就是當劉成在這裏做作品 在這裏做作品 有一個晚上 你媽媽就來探望你 就說我很久沒見過兒子了 就要見一下他 但是呢 他就很忙 沒有時間 他就在這邊灑太多人 他就在旁邊灑太多人 到你的展覽開學的時候 他就來了 我覺得他是所謂 要用美國人的慣講話才行 即是說 She is there for you 就沒有需要你去給什麼他 你亦都很自然地接受了他 他只是其中在你身邊 我跟他說一下 閒話 他只是笑一下 然後呢 前晚呢 就在那裏聊那個 夜夜說書 他做了一個字 其實就是 晚上講他一些人意的經歷 他媽媽也來 我拍了一張照片 就是他就面對他 整晚就是很用心地在那裏聽 你亦都不會覺得 因為你媽媽會有些東西 你會有些東西 舒服 這個這樣 拇指的關係 我覺得是一個很舒服的關係 亦都我覺得 可能是 為何你沒有 你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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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激 有時 會不會是因為 你是在 在一個情裏 就是這個 母子情裏 是給你一個 一個定心的桌 是的 我媽媽很好 她很支持我 代理術 有時始終是 我一生都說 我一生都沒有幾個最愛的人 有一個我媽媽 一個我爸爸 我媽媽 但我爸爸和我媽媽 已經沒有開場 現在就只有我媽媽一個 就是我最愛 我媽就是我最愛 然後 由始至終她都很支持 很支持我代理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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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爸曾經說過 真的和爸爸和我媽媽都很支持我代理術 然後我爸爸曾經說過 跟我說過 你代理術 你去讀吧 因為 藝術到現在都不消失 是有它的意義的 它有它的存在價值 如果沒有價值 那一種已經沒有了它的意義 因為今時今日 還有藝術在這裡 就是因為它有意義 那你就不懂 那我就 在這句話 我就很放心地在藝術 亦都很人性地 我想做就做了 那就是 做成這樣 就是這樣 所以很感謝他們 所以很感謝他們 爸爸很感謝 我很感謝媽媽 我是很開通的女人家 他很支持我代理術 那媽媽 要不然 他任何場合都會來 因為他就是支持我 那我就很歡迎 我很歡迎 我很歡迎 我很想我媽媽 來體育 我的生活 想我介紹所有的朋友 要去吃 我不想去顧客 因為我想他們 是我生活的一方法 所以我會 我會很感恩 又來這裡 爸爸媽媽 和我家人 如果說這些 就不行了 其實 說了一句話 一說家人 我就不行了 好 那我先緩衝一下 即是說藝術 即是說藝術這件事 即是說些藝術這件事 等你收拾一下心情 我搞藝術這件事 我搞藝術這件事 就搞了十五年 我們最初進去 就是找一個場地 給我們進去的時候 就做一個Club 那Club其實是一個 給別人穿腳的地方 那我去昨天 就要去到蘇格蘭愛丁堡 那去愛丁堡 我們就去了十五年 每一年暑假 我們都會去看show 邀請一些表演者 像藝術這件事 參加我們的決策 那我去的時候 有一年 就有一個 有這樣的 對藝術的看法 在愛丁堡 我看到 有一個地方 是有一個像 這個像 是一個作家 叫Robert Louis Stevenson 在蘇格蘭哪個地方 看電影 甚至看英文書的人 都會接觸到他的名字 因為他寫作 除了被大人看的書之外 就是小孩子的書 其中一本是 Treasure Island 即金門寶 是很出名 到現在都有人看 他當時 他在家裡 是一個最沒用的 因為他有肺結菌 身體很瘋 其他兄弟 宿伯 個個都不瘋瘋 他們是做什麼呢 他們不是做醫生 而是做architect 不是做architect 而是做engineer 在蘇格蘭的一些沿海地方 他們建了一些燈塔 一些很堅固的建築物 而這個Robert Louis Stevenson 那個人最沒用的 經常都病 但他在病床裡 胡思亂想 於是寫了小說 寫詩 寫散文 到今天 流傳到今天 我想起 有沒有人為他那些engineer 那些doctor 那些宿伯 去立像 很可惜是沒有的 現在還有人記得他 還愛戴他 就是這個當時 每個人都覺得他沒有用的 這個人在那裡 這個就是藝術 所謂藝術 是文學的力量 這個 我認回你爸爸說的那樣 沒錯 他真的覺得很對 這個藝術 可以流傳後世的力量 是少人的 又是發覺的 不要理不要理不要理 發覺的 我剛剛想想 打電話 是的 我是這種人 我一起來經常都是 都是 都是 我老師 我的老師 學識幾個老師 教雕塑 他教了我一會 他已經學成一個 男情的人 一個男情的人 經過那時候 我不病 有什麼男情 因為我主要嚇他 嚇他笑就笑 但是媽媽意會到 真的會男情 就是 情 泛濫 泛濫了 有時候我任何事情 都賦予了她的情感 例如剛才 你問我 你會不會不捨得 第一隻阿賊 我想 我真的會不捨得 第一隻阿賊 因為我會 很耳人化 他會覺得 你都和我相處了 兩個月 或者一個多月 如果我突然和你 挖寫 你有沒有感覺 解放 你有沒有感受 我當然是 電光火石間 我當然是 不會傻了 看著她 我扔她 那一刻 我會有一種 感受 但我最後當然會寫起 因為我家有二十幾 二十幾 二十幾 我便會有 整個心理 在裡面 我心理就是這樣 所以每一件事 我都很珍惜 很珍惜 人也是 物件也是 所以我每一次 我就是 提醒自己 六仙堂 我來一個男情的人 那我就 就開始在作品裡 我要盡量收回一點點 我不可以一次過 在作品裡 流出太澎湃的情感 因為這個 對自己也不好 也對觀眾也不負責 沒有人要吃你 那些情感 其實說真的 因為剛才我哭了 也很失禮 這件事 就是這樣 我覺得 我要怎樣收放 現在 在作品裡 情要怎樣收放 要經一個時間 去拿捏 我覺得 你一下子叫你 別多情 或多些情 你是怕不到的 但每一次你做創作的時間 就開始拿捏 這次我要投放 我看到的情感 或者是否太多 或是否太少 或者是否要去到位 叫恰到好處 我現在就在尋找這個路 不是太建議作品也可以 但有些作品去到恰到好處的位 我會好起源 哎 不多也不少 這是最好的 我覺得 我覺得 我們都要再重新去看看 我們的流露的情感 究竟是 為甚麼呢 有時你搭車人 有人在你面前 或者駕駛著你 然後你就會抹口大馬 你表露你的憤怒 似乎是OK的 就算在公眾的地方 但是如果你在公眾的地方 像剛才那樣 你會覺得很失禮 其實這個我想 我們大家也要想想 其實表露情感 有沒有一個羞恥 我覺得應該是沒有 因為我們各人都知道 這個七情各人都有 但是作為一個藝術家 你特別是沒有彩的 因為你可以把你的作品 你的情感 負於你的 或者釋放在你的作品上 但是有一個東西 我也要問你 你不要哭我哭 這個很難說 真的很難說 我認識你這麼久 我有一個感覺 你是不食人間煙房 我沒見過你吃東西 吃東西 我點了一碟東西給他 他都是 很多時候我們聊 聊完之後 那碟東西還回到 我太厲害了 你明白嗎 我想一下 他是否真的是靈體 吃香的 但有紫香 那你喜歡吃什麼 我喜歡吃 我喜歡吃 餐 餐 餐 我喜歡吃很多東西 我喜歡吃蝦 真的要說不奇怪 我喜歡吃懷黑麵 所以 我喜歡吃一些奇言怪在 我喜歡吃一些舊的東西 懷舊的東西 要吃舊的麵 或者是舊款的點心 我喜歡 如果大家吃過以前舊的 燒賣和蝦餃 和現在是一樣的 我有一次在舊式酒樓 吃的一隻燒賣 和我吃的一樣 它沒有蝦 以前沒有蝦的 是豬肉和豬肉 是這樣的 我最想吃舊的味道 所以我看到燒賣很開心 但是越來越少 是的 是的 所以有時候我做保養 其實 有時候 你明知道你已經不能改變它了 時間是會變的 但是我能否通慢一點 留久一點 留住它久一點 這是我有一點點的動機 想留久一點 你不會走那麼快 我其實是一個挺宗教的人 不過我不是信一個教人 我相信這些智慧 其實是某個時間來到地球的時候 就是它在上面審下來 我只是想一件事 這個地球是一個小時 轉一百人九千八百多里 轉得很快 而審這些智慧下來 有些就說到印度 有些就是巴勒斯坦 有些就是中國 欺騙等等 於是 其實每個宗教都有 有它對的地方 或者那些不佈人的秘密 但是你要各個宗教 你都消滅了 你才可以得規傳 跑整個Hole Bridge 所以有時候 我的身份有一點很閃 我又不是信佛家 但我心很閃 我喜歡去打仗 把那種椅子坐下來 可能睡著炒香 那炒香不是我們制製些什麼 我只是想很靜心地看著一流氢煙 我會在一個很虛空的狀態 我會想到很多東西 所以那一刻 是給我靜止下來 去想想想想想想想 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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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想想想想想想想 你現在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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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你現在想想想想想想想 那一刻是很舒服很平衡 很清明的時刻 一打開眼睛 又是另外一個新天 新地 那個時刻可能是不涉及宗教 它只是一個靜的空間給你思考 有時這個展覽有很大部份的概念 就是從別人住鄉而來 但另一部份是水底而來 因為我很喜歡游泳 游泳我喜歡在水底思考 有很多結果在我櫃前思考 因為在同一個空間 水底很靜 沒有人能夠干擾到你 就算很多人在旁邊游泳水底 是很靜的聲音 你看到上面一片藍色的天 很漂亮的水光 你就躲下去 那一分鐘或半分鐘 就是他們要靜屍的空間 所以在那時刻我想了很多作品 所以我櫃著路 一旦很靜止一煮香 一旦就去學水 要看一看 因為樂學成贏了 魏法高的新進藝術監獎 年紀方面我大了很多 但有時我又覺得他比我更老成 令我想起甚麼呢 就是我有朋友是接生的電視 他說有些嬰兒一接生 就知道這個嬰兒不是第一次的 所以在眼睛看到這是一個老的靈魂 你給我的感覺是一個老的靈魂 會不會很潮的 但又不是 都磨擬的 有時空的床墊會令到你臨戀 可能為何我這麼喜歡這首詩 或是這個時裝書或是這個鄉墊 會不會是你還是有些記憶 以前生活是有這樣的問題在你身邊 有的有的 有時我真的見到一些靈魂 或者一些東西 就像Data Rule 像雜層相食的感覺 有些有些沒有 但有些我真的見到這件事 我見過他的 這件事我用過他的 我哪個用過的我看不起 但我知道我是曾經擁有他的感覺 我還希望能夠 不是啦 拿回他 我想重新再擁有他一次 每一次分享我的東西 我就覺得我是見過你的 這種感覺 我不知道是不是前世 我真的不知道 我也沒有考究 我有一個輪迴 我真的不是很醉心於你的輪迴 但我覺得是有些定下來的東西 我不會這樣理解 因為他的出現 其實他對我來說是一種 是一個蓮儀 慢慢一出現 慢慢很輕輕地敲到你的心 你要知道這件事我是見過的 這個我不知道是不是你所說的 有些我之前做過《三世書》 有些同朋友很搞笑 我幫你檢查一下 他說我上一輩子是個道士 收到的樣子 再上一輩子前幾輩子是個文人 又不知道是甚麼落眼的死鬼了 哈哈哈哈 我就不停聽 但我覺得如果你這樣說 如果你這樣說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都覺得可能是 可能是 哈哈 多數上一輩子是 如果不是王子就是公主 哈哈哈哈 不是仙女 道士 但我只能參考 只能得意一下 所以我真的會很認真 好 說回你的作品 前面說話了 因為你的作品很難收藏 因為上次的作品已經有一個收藏家 很有認趣 但他住在LA 然後你的作品 要拆了之後 又要再撐回 那又會很難 結果我們商量了一大論 會不會你跟進去和他安排 當時你不可以的 哈哈 當時你不得閒 因為你不得閒 因為你有錢 所以作為一件事就沒有被創 是 正要說 那就是 啊 這個問題 因為有些柴子人 曾經有一位柴子人跟我說 喂 你可不可以不要再用鴨塞 做你的作法 哈哈 即是不要直接 亦都是很 我感謝他的彈述 他只能說 那再用鴨塞做作品 可以不可以的 雖然他會覺得好像不太尊重 但都是對我來說 是一個重新思考的一個方向 因為我的鴨塞 意思就是很難收藏 很容易拿 很難保存 這個是是的 那為甚麼我不 我經常有任何行動 我想買得到或收藏 你不如轉換成銅 你轉換成銅 可以百多年都不難 怎麽就好了 或者是高價錢 那其實有時我會想一下作品的出現 是否還追求人永恆呢 或者是否真的追求人 給他收藏的位置呢 那怕我如果可以由人有餘兩邊走 那他會不會之好 因為藝術家要吃飯 但我覺得有時 如果我真的想做作品 很真心真意做完作品的時候 我覺得他最恰當的情形方向 或者最恰當的材料 就是木 或者就是那些東西 就是垃圾 那我就用它 那這是很必然的 我就不會考慮一下 不如床家可以收藏 我不會貴一點 就將它變成塗 這就不是我創作的考慮範圍 因為你這次作品 就做了 專門為這個子彈 做了幾個高腳的鬥 那你該跟我們說 就說 你完了之後 你會不會接收那些兜 你可以來做燉水果 或者做燒烤爐 燒烤爐 那我就覺得很灑脫 因為有一次 有一個藝術家 是 為什麼可以說 因為他前幾個月已經走了 是阿朵 杜子興 他其中 有一個巴桌和椅 是他的作品的一步伐 當時 不知道我還是Cat 就說 我們就是要這些巴桌和椅 你完了那次 那我可以給我 結果杜子興 是十幾年 跟我們談過 談過一次 所以我們侮辱了他 這個是作品 你怎麼可以當作人家私用 但似乎你又沒有這個 想法 其實有時也是 有時我的作品 真的 其實同一時間 有些作品我會不見了 有些作品會流失了 我雖然回想我 也有少許可惜的感覺 但有時覺得 所有來他都有恩友 他在這個時候存在過 他要離開的話 就不能讓他離開 這個是我會 希望自己能夠成懷的 有些朋友很緊張 你作品會不可以 我不可以怎樣利用他 或者怎樣失去他 其實他有他的選擇 但我會相信選擇 他最好的那個時刻 就是前場 他已經出現過了 之後如果我來保存 我就不記得保存他 如果不行的話 就由他自己歸回去 他應該的位置 這個是我希望自己能夠成懷的位置 就是我最重要的 我不如說一個 這個詞文很好 因為說起這些東西 我有個可以說笑話 因為 怎樣說 我們好幾年前 做了一部劇劇 一個無劇的叫做《神急院》 這個《神急院》就是設置在一個村子 叫《可依》的地方 那個故事就是說 以前的女兒覺得沒有用 於是有個做法就是 她還未長大的時候就死她 這個故事是令人不安 我們就在台上就佈置成一個農村 其中導演就說要有隻雞 這個雞 我們就有它做戲的時候 它就會在一個台上走下去 走下去 到我們做完了 那次在大會堂劇院 做完了之後 我們就說那隻雞怎麼辦呢 我們曾經有個同事 我相信不是Cat 可能是 我們就回來 不如做個雞湯 然後我們的舞台經理 Owen就看著我們就說 我們不殺義怨 好 說到這裏好像時間差不多 應該有Q&A的時間 有多少時間 10分鐘 10分鐘 有什麼問題 沒有問題 很赤 我看到隻手 我問一問 我想問一問 這次你正在這系列的設計 你真的覺得黑到好處 黑到好處 黑到好處我會選 你怎麼說的 太黑就看不到 黑到好處我會選 我會選紅豆盤那個 紅豆盤那個 因為它能夠表達我最愛表達的東西 之餘的同時 觀眾能夠親切感受到一些感受 因為有時候 你只看著這件作品 美國的觀眾都有 這麼高的爬上眼睛 人家聯想 你看到他們聯想的感覺 但這次我們就成員 觀眾參與 可以摸它 感覺它 碰它 這是最真切的 其實你可以摸到一些東西 其實我會覺得 剛剛說到我會說的話 也能夠被觀眾 感覺到 我覺得這是一個好過的東西 但最重要是他能夠 同一時間聚集到一些人 我想是這樣 就是我給一個可能 大家可以摸的同事 你會不會跟隔壁哥聊天 你會不會像圍爐一樣 去表達一些事情的時間 去談談 那我很有趣 跟Manny去做訪問 那個訪問的時間 那個記者問我們 我們兩個就自己在擠著 擠著紅豆 然後插著手 但又在一起聊天 我覺得那一刻的時刻 很享受 我們幾個 又在網上 又在網上 在一起 感覺很好 我覺得這個作品 很大到我的要求 那那些紅豆呢 即是你的作品 這次我們會 在網上吃 是的 紅豆雖然都是演員 演員 演員的作品 也沒有問題 但今天我們有紅豆會生的 原來我們就有朋友想 希望拿到一些紅豆回去 煮口水 然後就可以來撐 剩下的那些 我希望讓你吃完人口 沒有浪費 因為洗乾淨吃得到 其實沒有問題 我想問一個關於枷鎖 剛才那個紋件 有適合於你看的一種枷鎖 另外我又聽你的音 才是分享 我又沒有買後期的照片 但你覺得這一盤的紅豆 其實有些可以將它比喻 為一個元素 你在裡面 因為你獨特的時間 你和別人一起去 放一隻手下去的時候 你感覺到快樂 正如你剛才一路分享 你的親子 家庭的東西 可以分享到很多的情感在裡面 但可能在同一個地方 同一個時空 可能有些人對家庭的回憶 可能是完全和你感受到的 你想呈現的 或者你同樣是完全不一樣的 你又怎樣看 你會不會覺得這是一個枷鎖 有兩個問題 一個就是 物件是如何成為你的枷鎖 第二就是 你會不會覺得這些 你控制不到的東西是你的枷鎖 好 沒問題 第一 給我答第一個 先問這對我 是一個枷鎖 其實是是的 無意地是的 因為有一次很奇怪地 我起床 在一個室廳睡覺 自己隔了一間打架堂 我睡醒了之後 為何外面那麼餓 我走到窗戶看 是正正我對面的枷鎖 火燭 燒到窗戶全是非洲界 全部都是一堆火 在同一個窗戶平排的對面 我立刻很害怕 自此之後 我經常都認住我的室廳會火燭 有一點精神緊張 所以那一次我離開我的室廳 我會很害怕會不會火燭呢 會不會水浸呢 我會不會沒有鎖門呢 所以每一次我都很緊張 關閉所有電池和燈 即是隱身了我之前 之前我沒有那個位置 都不說了 但是我會確定 我一定要關閉所有電池 關閉所有電池 這其實是一個枷鎖 可以說是因為我會有一個牽掛 對我的空間 對我的氣溫有牽掛 因為我怕會受到傷亡 這是一個枷鎖 可以說是否可以理解成一個枷鎖 但是它與此同時比我的換足和法鎖 很多 可能是多於一個枷鎖 我會願意犧牲了這個人的枷鎖 要活取我的空間 得到的法能 或者得到的靈感 得到的換足 剛才你說的家人 其實在這隻字丹裡 是流露著對我 可能我之前和你少說 其實我裡面 我一直都不想宣説於後 我真的想有作品 令我記掛著我 去世的家人 類別有些作品是一樣的 我當然不是要你 同樣的感受 可能你相親都做健康 很健康 你沒有這種情感 但我想帶出一個訊息 就是你如何理解這個關係 你如何理解呢 我的理解是這樣的 我不是要你認同我的理解 我希望你如何理解你和你家人 或者你和生與死的關係是怎樣的 這是一個謹慎的 我不是賦予你 或者我不要你 我邀請你去流露 所以我希望你看的同時 你會有這樣的感受 譬如之前我和我的朋友說到 我的作品 看到這件事是真的 因為你看到樓下有兩條很長的紅頭 很長的紅頭 那天有朋友問我 為何你不把架 你把架放進去就很好看 為何你一定要放棄地呢 其實我的意圖是這樣 如果大家知道 在日本的茶室 所有的茶隙 門口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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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求所有進去 享用這個茶道的人 一定要鋸躬 一定要向下 鑽進去 以示你那個空間 和對茶道的一種攻勁的心 其實我要放棄地 每次玩這個紅頭 你門口看到那個鏡頭的時間 你一定要放棄地 一定不放棄 這個行動就是我指引稱 就是希望你對這個空間 有少許這種行動 你就可以去理解成 真的可以很緊張 可以去一個陰墓 其實那兩位是一對陰墓 而後面有一個零在看著你 你就可以放棄 如果你是舒服的時候 你都會放棄這些陣草 放棄乾淨的墓碑 其實我就想每一次 都會有一個不幸 所以我每一次去 或是場合都會放棄 去畫的樣子 我們這次的展覽 多虧有道場 因為我們知道 現在的作品 有一次 你很忙 就有人來看看 然後就看到一半二半龍頭 第一個反應就說 你還在說什麼 你說什麼 但其實在整個看作品的過程中 是我們想帶出的就是 你不要只用一對眼睛看的 其實我們還有其他的 其他的sense 你碰他 你感受 甚至是你走入你自己的想像空間 但是我們也知道 這件事不是說 我們就這樣寫一些 寫一些view牌 一些catches 你就可以明白到的 所以 值此我也多謝 就是 這些道場 是可以將那些作品 介紹出來的 我還要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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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要問一下 我還要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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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當Meggy的意思嗎 好 我當她 聽她 你覺得 如果你想一個展覽 你喜歡自己去想成的事 還是有一個成本人的歌 嘩 我聽不到 我當她不存在 其實這次說真的,我不修飾,就放了很多東西 我很感謝Manny 因為我開頭的時候,大家也知道我的方向是偏重於歷史 或者是偏重於聚訊一段真正的歷史 多於我現時的作為 可能我離開時,因為常常都是這樣 我想的東西,我會走到那邊方向 我會很專心去想想想想想想想 我怎樣展示出來的東西 插詩人其中一個角色,他除了插詩整個東西之外 他有一個意圖就是要拉上去,加上去正軌 正軌的意思不是說他覺得的正軌 是我們共同,我覺得這個方向是合當的 或者是最準確的訴訟,我們想說的東西 其實Manny是有拉到我回來的位置 有一次Horiday,他拉到我回來的位置 那一刻我是… 你會擔心我有心情? 其實我沒有他,完全沒有 那一刻我覺得,如果沒有Manny在那裡 我可能會走出某方向 那可能不是代表不好 但可能是沒有現在這麼合當的 而是這麼合到的好處 所以他拉過來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好的 策詞人的合作 其實很少有這樣的機會 我跟很多策詞人的合作 除了跟余記合作 那次,就是頭髮德的展覽 天津中那次 很舒服,很爽 我可以說是爽的 那個展覽,是做得很爽 這次是很舒服 也都是很… 我覺得是很… 我有一種體貼的感覺 有一種我覺得Manny很溫柔 將他拉到我去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爽,這個是溫柔 你回來吧 還有什麼問題 我想說回 跟劉鑫成合作 是很爽的 因為他很玩得 玩的意思是 如果我把歌給他 他就會踢回來 還有幾下化石 但現在給他演了 他真的很多事情 也不會說我扔個球給他 不如打幕後 沒有這個出現 變成我們那個合作 對我們來說是… 有一件事 我覺得是 做一個策線人 你不是說你把自己的概念 要實現 他只是一個藝術工具 不是這樣的 其實你要很了解那個藝術工具 因為我… 有很多事情要觀察到 他未必是跟做作品有關係 但是… 是他做人那樣的 因為… 反而… 他的藝術工具 跟他做人 是很有密切的關係 所以… 很高興 有機會 遇到一個這麼難玩的藝術工具 因為… 我又覺得… 現在我們這個… Cultural Heritage 這個文化普通節目 其中我們是叫做 to learn play play 這個字 玩 我覺得是… 做作品 是非常之… 非常之… 緊要 如果你… 不玩 你做 你… 不可以create 所以呢… 就是… Picasso 82歲的時候 他走去看一個 不知道什麼展覽 接著他就說 我12歲 已經可以畫到 好像Raphael 那麼厲害 但我到了80歲才可以畫到一個4歲的小孩子 其實他想說的就是 你4歲的小孩子的時候 你… 你不是做作品 你在那裡玩 這個是最高境界 嗯 所以… 這次他們很高興 有這些… 團隊幫手 他們幾個很好 就是… 他們會… 你會… 你會感覺到 一群人很… 很… 很… 很辛苦 但你會感覺到 他們是… 擺個心 和參與這次的… 的… 的… 工作的… 的… 那… 甚至乎他們會… 會問候我…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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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不是想交差 也不是想完成一個mission 就算 他們… 我… 我感覺到他們真心去… 享受這個… 所以我… 很感謝… 就是… 就是… 這些朋友… 真的…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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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高興 和大家合作… 這次…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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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兩位先… 不如…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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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我想… 這次… 是… 三星期… 其實下星期… 就是… 在我們主要的展區… 就是… 那個gallery… 就是會員… 所以… 如果大家… 還未去看… 記住… 這個星期… 要再看… 看完再看… 因為剛才… 說很多故事… 或者感覺… 可能… 不是看一次… 就會這樣… 可能大家要再看… 而… 其他地方… 這次的時間份… 就會去到8、2、3日後… 所以… 大家都可以… 自己安排時間看… 而… 另外… 因為… 以前太好玩… 所以… 我們下星期… 又… 就… 其實… 就是… 這個… 就是… 下星期四… 七至九… 整整… 就會跟你交換秘密… 是… 單對單的… 不是一對五十… 這樣… 只要你… 一時… 去… 拿一個… 秘密給他聽… 他就會交換一個… 秘密給你… 這個… 因為… 我們時間有限… 是一定要報名的… 所以… 大家上我們網… 就會報到名… 或者… 上我們Facebook… 這是第一個活動… 最後… 另外… 第二個活動… 是星期六… 就是… 在我們的cafe… 那裡… 跟你們坐下… 聊天的作品… 很淡… 就不像這樣… 但… 我也要… 我… 我有效… 所以大家… 如果大家… 待會你看他的剪刀… 或者你… 最好有興趣… 然後你看他Facebook… 你… 再有些問題… 想問他… 其實那是最後機會… 你可以見到他… 跟他… 再聊天… 坐在那裡… 喝杯架… 一起聊… 這兩個是… 接下來的活動… 那… 還有什麼活動… 其實你可以拿一張… 集團… 裏面有我們… 接下來的兩個月的活動… 那… 對… 大致上是這樣… 謝謝他… 歡迎… 觀眾… 謝謝… 付…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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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谢谢大家